哈喽大家好,我是双本,下楼 这次组织的角色是露西哈德菲利亚 出现场的她展现出一头美丽的金黄色中长发 中色的瞳孔,金色的五官 黄色的兔耳蝴蝶结,绑着侧马尾 配戴着红色爱情形状的耳环 装着一套白色带有蓝条纹的上衣 配上一个蓝色的格子裙 其中配着腰带来把自己的心灵钥匙与战斗用鞭子固定着 这一方面在公会内属于是熟一熟的好身材 据官方数据分享 所以在幻痕就群众于葛雷互换了身体 对于葛雷吐槽说 胸部很重使得她腰酸被痛的 甜美可爱的外貌遗传至母亲瑞拉哈德菲利亚 母女俩就像一个脖子打出来一样 露西对于自身的外表感到异常自豪 认为自己的魅力经常会吸引男性而感到困扰 要无可否认是一个聪明、善良且有爱心的女孩子 她对于文学充满着热情 因此而瑞比做起了爱属一族的好朋友 再来写这属于自己的小说 梦想是能够出一本自己在魔法工会所经历过的冒险书籍 但她处成于哈德菲利亚家族的大小姐 她却没有属于贵族一般有的脾气与价值 她人都非常友好 就好像把每个人都当着好朋友一样对待 她在剧织中属于是吐槽担当 这样会和哈比一起对伙伴们的言语与行为 这种满满的吐槽 以及个性开朗、活泼 经过自己刚加入工会 但很快就和那只等了一起融入了工会的氛围 就是平常脾气很好的 虽然时不时会被伙伴们耍以及卷入到各种麻烦之中 但依然很少生气 同时很重视着与伙伴们一起相处的日子 除此独自一人坐在女神宿舍之外 然是独立自强的一面 在外租了一间月租七万绝的单位 原本应该是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的 但那只等人将有意闯入后而变得非常热闹 虽然后期只要工会原来有提供宿舍的 但得着费用更高后而选择放弃了 经常会为每个月需要储房租而烦恼着 找委托来赚租金 所以有时候可以看到伙伴们会为她一起做委托 她见识每天都会写日记和写信给过去的母亲 作为记录 来让自己的心灵上得到安慰 她在工会内的人员极好 其实没有人会真的讨厌她 所以一开始把她当作行李的猪品一样 所以在作品内最常在一起的伙伴 便是那只 也是官方所认同的CP 在故事中就有几句说有关下路堂的故事 第四的九集 卡纳既然到路西间是她的命运中的邪后日 而碰巧的是路西的确在书店找美容杂志时 真的遇上了一个美男子 而自己一样都是属于爱书的童胖 觉得又很好聊 原本以为对方是自己命运的那一个人 而感到很害羞 但经过了一些事情后 又再次见到她 便带上她一起参观正常的景点 便约好在晚上九点再见 所以遇到了纳既 并想邀请她一起去工作赚房租的 虽然她一开始挽拒了纳既 但最终想到纳既都是为了自己才去工作的 果断拒绝了那位美男子的约会 而跑去找纳既了 第五十集 因为米拉觉得纳既的路西很相配 再加上纳既表示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她说 而是自己的内心开始小路乱撞起来 一直在那边无私妄想的 看到纳既时都会感到嫉妒的害羞 甚至为了晚上和纳既约会 而打门得很好看去见纳既 虽然纳既只让她叫巴陆哥帮忙挖地 洞找宝屋而已 虽然路西整个人的心情都泄了 只是说果然是纳既 就是一个死头脑 就让你这间的情是一丁点加码都没有的 不是这么说 那在其他场合下 却十分温柔地对待着路西 越把路西脑是比工会家人还要宝贵的人 这第七的三集 彩虹樱花 因为路西特别期待着可以参与文会 所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散花会去观看樱花的 但因为遇上雪崩和得了重感冒 只能躺在船上养病 在大半夜的时候 被其中的吵杂声唤醒 而看见一个极其漂亮的彩虹樱花树 正顺流经过自己的家门 顺便了解到是谁干的 便也感到十分幸福以及感动 那在这一幕时是太软心了 尽管自己明明是云交通工具的 但依然还是为了路西而这么做 就是真的太棒了 所以路西的相关情报 他首先用了魔法于空间系的星灵魔法 是一种召唤型的古代魔法 如果以星灵门签订契 并使用钥匙作为媒介来将星灵 从星灵界中召唤出来 另外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像是战斗 娱乐 修贤等等 从母西里拉那边记起了喜爱与珍惜星灵们的心意 这些星灵们都非常尊重以及爱护着他们 他们当然是真的朋友与家人 因此受到了星灵们的爱戴 经常会与星灵们一起拼肩作战 不把星灵当作是挡箭牌 而是一起战斗的活换 除了就有这星灵魔法之外 所以他也教得了一些提速 即使看到一个种招式 如路西飞踢 路西铁拳等等的招式 在战斗方面 虽然说路西可能在最强小队里面 并没有非常优越的审战计 但经过故事的推进 可以证明路西觉得是一个成长型的女主角 将会以自己的透明才智去想到策略 来应对各种情况 同时也是一位绝对不心意放弃的人 会把同胞人的安慰放在地位 路西出生于哈德菲利亚家族 是当地极其富裕的与高贵的家庭 父亲为Juda哈德菲利亚 而母亲为雷拉哈德菲利亚 其名是路西来自于当初父母亲 准备离开全本的商业工会 而Fan Lucky等创业时 遇到Lucky中的K掉落 变成了路西 父亲俩觉得很有意思 便决定如果怀的是女孩子的话 就将她取名为路西 原本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在瑞拉里世后一切都不同了 路西经常因为母亲的死亡 而感到十分难过以及低落 同时父亲Juda在妻子过世后 或许是为了忘记掉这个悲伤的事情 而不停的埋头工作 过度沉迷于其中 完全忽视了她 人之间的感情也变得越来越陌生 而这路西经常一人默默的 过着孤独伶仃的生活 时最需要陪伴在身边的父亲 却不再重视着自己而感到心疼 现在从魔法老师那边 接下了母亲的性命魔法 便获得了水瓶 做阿奎亚与气血佐凯珊的钥匙 所以经常会召唤出阿奎亚 来陪同自己聊聊天 不下心思 一定现在唯一可以当作家人的 只有阿奎亚了 让自己身边也没有同龄的孩子 可以一起陪同 尽管阿奎亚经常会责骂着自己 却很依然开始感到很开心的 就这样路西慢慢的长大 只在有一天 准备了心情与资金 便决定离家出走 来闯断随自己的冒险旅程 就在某一天的早晨 路西出了一家港独哈鲁基翁 让魔法鞋店的店员 打听有没有强大的心灵钥匙 这时意外发现了小群座的钥匙 便向店员问起了价钱 便一口咬定为二万绝 结果路西一直重问回价钱 店员依旧回答一样的答案 甚至他打算以自己的美色来降价 但最后只便宜了大约一千绝的价钱 气冲冲的离开了店面 做了着自己的魅力指责了一千绝 路途听到很多女生说 火龙大人就在附近 便好奇所谓的强大魔导师会是怎样的 在自己看到火龙大人的一瞬间 整个人变得心形澎湃 迷失了面前的火龙大人 在自己差点投入怀抱时 碰巧在附近寻想着一个捏的那只 误打误撞的闯入了进来 而把自己弄醒了 就为了报答那只而请他们吃了一顿 当他救命之恩 而是跟他所谓的火龙大人 使用了被禁用的魅惑魔法 再到自己吸引而过去 他便好奇到底自己怎么样 能加入梦寐已经跟妖精尾巴崩溃 说到这一点 这里提一下有关当年让路西 向往这妖精尾巴的理由 这一小时的某一天夜晚 他早上前往父亲的工作地点去探望父亲 但越来马匹抱走了 实际有一位年轻上来的姐姐 已经是帮助了自己 这才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 不想的是 他看见了对方右手上 的一个标示 便好奇问起了家里的夫人 也有到其标示 是属于某岛寺公围 妖精尾巴的公会文章 这让他了解到 原来妖精尾巴的人 都是那么的善良 才促使自己想要加入其公会 但实际上 准备过小时的他 便是意外 闯入回到过去的自己来的 这也属于是另类的前因后果 作为这一题 一旁的火龙大人 同一道路西 是想要加入妖精尾巴 被揭开 自己其实是妖精尾巴的火龙 可以帮助他加入 其实是要他到自己的船上来参加派对 为了能够加入妖精尾巴的他 便爽快地答应了持邀约 到了夜晚 路西便来到 火龙大人的船上去参加派对 竟然差点被睡眠的魔法 沉睡给迷惑了过去 幸会提早的有了预防 才没有中招 后续发觉到 预防把那独走 中招的女孩子去做贩卖 认为所谓的妖精尾巴 磨岛寺 竟然是这副模样 而感到非常心疼 就在哈比德纳子的长路下 把所谓的冒牌佛龙 空天的波拉教训后 正式邀请路西加入妖精尾巴 后来在纳子与哈比德陪同下 自己终于来到了 传统梦寐以求的妖精尾巴工会 既然见见了工会内部成员的斟酌 但依然还是能感受到 国内内所创发出来的友好气氛 然后正式在自己的右手背上 印了属于工会成员的文章 感到兴奋 也在纳子决定为了罗密尔的着想 前往哈克背上去寻找 失去年纪的马卡欧 自己出于好奇也隔了过去 再来到哈克发现实在太冷了 反而有点后悔 当完是失踪坐 霍罗洛奇姆来为自己取暖 结果被突然催掉了 瓦肯发现的是女人 而被绑架了回去洞穴 直到霍罗洛奇姆消失后 路西便站出来与瓦肯进行交战 长了是金牛座心灵卡罗斯 现在纳子也来到了他们的面前 确认地打败了瓦肯 后来发现原来 接近的瓦肯是被对方接受了的马卡欧 马卡欧表示 自己已经制服了19个瓦肯 大家一时不留意被第二个瓦肯给接受了 感觉有点可惜 此时的路西感到非常敬畏马卡欧 原来尤尔金尾巴到魔导师 对我这坚韧的意志力 以及强大的实力 觉得自己不是他们的对手 但也努力地去向他们学习 以及向前迈进 在阿尔巴大哉片中 路西纳兹哈比组成了一个队伍 去实行一个需要获得目标书记 入出的任务 这也是自己加入工业的首次任务 所以鼓起勇气 将成对方需要的金法女佣来面试 他被对方其道的品位给拒绝聘用 而便偷測着潜入其湖地中 轻易地找到了其书记 路西也发现到其中隐藏了一只特别的意义 希望纳子可以给他一点时间破解 后发现到书中的秘密时 被阿尔巴公爵发现而被袭击了 他表示这本书主要的内容 并不是描述阿尔巴公爵的伟大 而是各为深层意义的内容 便召召召出巨蟹座凯撒进去交战 阿尔巴公爵也召召出自己的心灵 处女座巴鲁格来与路西交战 但是威胁在巴鲁格的纳子也跟了过来 就在路西的调求下 纳子将巴鲁格给打败 而至于凯撒也成功的取败了阿尔巴公爵 后来回到维托人 卡比的宅地后 规划了其书记 就在此时书记里面的字母 都根据书名重新排列 变成了亲爱的卡比 路西表示 经过自己的调查 这本书施加了咒语 最后献给了维托人 自己的复兴的用心良苦 接着在米兰建议下 他与阿尔沙拉纳子一个人 组成了最强小的去做起任务 而第一份任务便是在铁子身边 接着从哈比的身上 获得了处女座钥匙巴鲁格 因为巴鲁格从阿尔巴公爵那边 一切开取约 便搬着哈比把钥匙交给路西 来跟随新的主人 就叫路西从中获得了一位新的听领 而鲁格也因为跟随着主人的喜爱 从原本的猩猩造型 变成了女仆造型 甚至还身无她为公主 就在阿尔 纳子等人同行协力下 把勒勒拜给阻止了 第二次在那岛片中 路西为了获得王道蛇宫的金钥匙 和纳子等人一起结了一个 没获得批准的X级任务 在任务途中 路西就到了企图拉恶魔 带里尔拉复活的其中一个成员 雪莉 桑莫变掌格了激战 其间路西的心灵卡罗斯 被雪莉的人偶旗给控制住 马上自己袭击 但路西与塔罗斯双方 现在彼此的意志下 成功强制关门了 所以她利用了自己的智慧 召唤朔阿奎养 让雪莉控制阿奎养来发动攻击 但雪莉拼不知大阿奎养 可是部分敌我都可以攻击的 就这样双方都受到严重的伤害 互相努力的搏斗中 最后由路西成功战下了雪莉 那也差点被雪莉的宠物 安吉利亚给袭击 就在阿尔莎及时登场才硬直过旧了 在任务结束后 获得了作为奖励的射手座笑死 在优鬼支配者片中 路西被敌方的四元素之一的 朱比亚与索尔西基 便被炉走了起来 所以在优鬼会长约翠的透露下 两道工会之所以被针对于西基 但只是顺被破坏而已 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一个人物 我想这个人物也刚好在工会里头 指的就是身为哈德菲利亚家族的大小姐路西 甚至其委托人是她的父亲 朱德·哈德菲利亚 这时路西才自想 原来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是因为自己的错 但伊勒不选择回去 那个充满着痛苦回忆的家 然后趁机逃走 她发现结缘的位置 居然在高楼之上 凭借着听到纳斯的微弱声音 她勇敢的往下一跳 就如自己所想的一样 纳斯及时赶到过来 被也救了自己 这一幕仿佛两人的心意 连在了一起 才感觉到彼此的位置 觉得路西心情非常低落 不停的向他们说对不起 那一切的事情都是自己的错 但自己劝不舍得就这样离开工会 尤其很喜欢这个妖精的伟 然后继续跟她在工会 但内心又有点矛盾 到了工会的行动 导致工会的成员 因此受到伤害 而感到亏咎心疼 竟想着如果自己妥协回去的话 这一切应该就可以结束了吗 就如在一旁的纳斯 开了着自己 认为她就是妖精尾巴的路西 而工会就属于她的归属 而让她没那么难过了 就如在优鬼发动第二波攻击时 叫他们交助她 全体工会成员都不愿意 甚至宁愿死都不早地交出来 这一幕让路西 通通感到来自工会成员们的爱戴 认为自己被当作是一家人的珍惜心机 而感到激起而弃了 接着自己原本想要一起和伙伴们战斗的 那被米拉安排于利达斯 短在一个隐秘的仓库 可惜的是被对方给看穿 而派了人来抓路西 即使洛基赶过来帮助她 但被对方给困在了静迷宫里头 最后她被戈吉尔带回去约瑟那边 也被想要打发心的戈吉尔 恨恨的虐待 直到纳斯赶到才得以脱离战斗 他们变成了激烈的交战 由于纳斯在战斗中受到伤害 需要火焰来补足体力 于是路西找完是射手座 萨西达利·乌斯来支援纳斯 通过弓箭射中电器导致爆炸着火 而让纳斯可以重重获得火焰来补充体力 最后纳斯成功地打败了戈吉尔 有一时间在马卡尔的妖性法律下 也成功打败了约瑟 结束了这一次与优鬼的战争 最后原本路西对自己的任性 导致这个战争发起而感到愧疚 但事实上并没有成员们怪罪于他 就如同马卡洛夫所说 一个人的幸福就是所有人的幸福 一个人的愤怒就是所有人的愤怒 还有的是一个人的眼泪就是所有的眼泪 没必要因此感到自责 要感受到大家对您的心意 尽可是妖精尤巴的一份子 是如同家人一样的存在 听完后的路西 重重感到恭维成员们对她的真心 眼泪不直接的再次脱框而出 来释放自己的情绪 结果路西想到父亲不会因为这次的失败而放过她 所以便回到了自己的老家 提起决心向父亲表达自己想要走属于自己的路 并不想要被她给控制住自己 为自己真正最需要的事 抛开掉所谓的金钱义务 甚至作为大姐的自己 而作为路西本身 能够有一个地方愿意深入自己的存在 所以妖精的尾巴属于自己的另一个家 是一个比老家还要温暖的家 且提起如果母亲还在世的话 绝对会支持自己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的 做完后果断的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却而赶来的纳子等人离开 这些妖精的尾巴已经属于她的认识中了一部分了 绝对不轻易离开 就在一次的任务后 陆西纳子等人去泡文雀 便当时在旅馆住过了一个晚上 就在散布期间遇到了两个流氓 尽管在洛奇的及时赶到下 这里才因此得救 为了报答洛奇今天把世界的钥匙找回来 以及这次的救命指引下 当然请洛奇落后一杯 便好奇为何洛奇会如此残行的魔导士呢 只要知道其原因 但没得到回复 这还被对方调戏 因此对洛奇的印象比较差 就在隔天 听到洛奇把现有的女朋友都分手了 只是好奇以及关心洛奇的想法 洛奇章话出男时作新作 克鲁克斯 就问有关洛奇心理魔导士的相关背景 接下来到洛奇 亲自添马已过了卡尼丽丽卡 有一定的关系 思考这间洛奇向暗示的笑话时 被葛瑞告知 洛奇已经离开了药性尾巴公会 便无处可寻 他推出到洛奇的真实身份后 并前往了卡尼的坟墓 又如同自己的猜想一样 洛奇果然在那个地方 成了自己就是死做的心灵 雷欧 揭开当年因意外 前面害死了卡尼 然后自己被心灵界永久流放 没办法回到心灵界了 而自己的生命也即将接近零祭典了 最常在卡尼的墓前消失 来弥补自己的过错 可是在后的洛奇 却认为这只是一个不幸的意外而已 并不是他的错 自己也绝不会放弃拯救他的 也不想看到朋友就这样消失殆尽 并以魔力强行打开通往心灵界的大门 就在此时 强调了魔力进入了心灵界的王 而现在在他们的面前 心灵王表示 这是一个铁定下来的法规 今天害死取悦主的人友就应该受到惩罚 而露西表示 他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的伙伴阿里耶斯而已 加上这也承受着在人间界 带着注射三年之久的痛苦 难道这样就有错了吗 就以爱戴心灵们的信念与羁绊 使得心灵们现身 想让心灵王表达 所谓保护的伙伴的心意绝不是罪 只要心灵王可以用心思考一下 如果自己是洛基的现场的话 会受怎样的行动 心灵王从中感觉到 露西对待心灵们的真诚的信念 打动了自己的心灵 尤其是法规上的问题 便觉得让洛基回隔到心灵界 但今天洛基应该要用心对待 露西对待自己的露西 就这样洛基回隔到心灵界 却之后成为了露西的心灵之一 在《热源之塔》片中 露西那次等人一起去享受男人的休假时 希勒亚阿尔莎的伙伴们 虽然在她的面前 却把阿尔莎给捕走了 便前往《热源之塔》 想进办法去拯救阿尔莎 在露西里朱比亚分成一对师 遇上了骷髅会山羽家的一名成员 维达路达斯英 双方便展开了战斗 维达路达斯修罗随正带了吉他 弹出了一首机器腰鼓的一个音乐 来袭击朱比亚 使得朱比亚被音乐给控制住 成为属于她的梦魔 结果便命令朱比亚向露西进攻 其间她被朱比亚的水给混在了里头 提到朱比亚内心的真实想法 两者到朱比亚是越来越喜欢要为公会 她现在确定做出伤害伙伴的行为感到心疼 认为自己会被要为的成员们拒绝加入公会 她表示朱比亚因为为伙伴流泪 证明成一着伙伴 这样的朱比亚是不会被妖精鬼伴给拒绝的 她也从中想了一个好办法来拯救朱比亚于自己 在维达路达斯塔让朱比亚杀害她时 通明着自己在朱比亚漏洞水的身体中 使用了水瓶中的钥匙 当然是阿奎亚 阿奎亚也瞬间了解了状况 开始发出一股剧造的波浪 使得伤害人都被困在了水中 而这次行为相当的她和朱比亚 融合了鼻子的魔力 使出了合体魔法 产生出大量的水来进攻维达路达斯 使得维达路达斯没办法通过头发来吸收 最终被打败了 在要晚内战片中 原本路西参与了妖精尾巴小姐的比赛 来解决防阻问题 在其他参赛者被雷神龙和艾巴克林给死化 来当作的人士 去强制工会圈员参加所谓的工会最强决定赛 在阿奎的火月下 倒被了艾巴克林的死化破解了 结果路西对了雷神龙的另一个神员 屁股四龙 双毛便交战了起来 其他召唤术杀吉他利物师 把屁股四龙的人偶都给打倒 但屁股四龙却还能把灵魂 转移到其他人偶身上来续战 就在自己差点被人偶们的攻击命中时 洛基及时出现 拯救了他配端的旅行 对他的陈洛 向屁股四龙进攻 此次屁股四龙使用了眼魔法造型 也让他们没办法和自己对视 不然的话会被控制住灵魂 对于他与洛基的富翔信赖与配合下 就得以打败了屁股四龙 之后他与工会成员们合力 一起把拉克萨所安置的神明殿 给破解掉来拯救了整个城镇 在事件结束后 工会在城镇中的幻想曲游行中表演 而陆西工会成员也一起在花车上表演 就要幻想曲过后没多久 有一天陆一在回家的半路中 发现自己被人跟踪了 结果发现是在几个月前 断结了关系的父亲 因自己投资错误 把整个家族的财团给赔上了 现在导演前往 位于阿加利法的商业工会重新打聘 在这之前就想来见女儿一面 原本他看到父亲那么落魄 而感到有点心疼 那在开口要见十万局的路费时 那满横的态度 使得自己感到愤怒而拒绝了 就在隔天 原本陆西长要和纳斯整了一起做任务时 五一间听到父亲要去的商业工会 被阿加利工会占领了 所以内心中有点担心父亲的状况 便决定放弃这次的工作 而干完现场去拯救父亲 找到过去的他 让巴鲁格挖了一个地道潜入进去 却施展着心灵魔法而顺利地解决了敌人 但在被瑕疵的人质中 却没看到父亲的身影 原来父亲因为靠着徒步旅行的关系 在事件结束后 才刚刚抵达到工会而已 却也自己在这一路上不停的思考 这有关对待女儿的态度 深刻反省 偏向陆西长的道歉 这还说出了有关她的名字由来 她从中聊到父亲的用意 以及其成功的态度 稍微有点原谅之前父亲的态度 希望她可以振作起来 他们得搞好随自己的事业 过于这是第一次 两人之间参与的心结 又稍微解割了一点吧 在六魔将军片中 正败工会为了讨伐 安慰工会六魔将军 包括妖精尾巴 阿龟在内与其他三个工会 组得一个工会年纪去打倒他们 就在这次的讨伐中 陆西长的同事心灵魔导师的安杰尔 双方便展开了激战 突然她召唤出阿龟亚 然后直接干掉了对方 而安杰尔召唤出天线 找了斯卡比尔来对抗 就这次阿龟亚瞬间心动了起来 原来两位乃是正在交往这的情侣关系 而是战斗还没开始 就说赶着去拍脱而离开了 后边召唤出另一个心灵 是做了雷欧 但安杰尔也召唤出另一个与雷欧有关系的心灵 反而做了阿龟亚斯 取多想要无力掉雷欧 如同时看在两人之间是伙伴 不忍心看他们互相残杀 便打算关闭雷欧的大门 他被雷欧和阿龟亚斯给拒绝 他们表示虽然之间是伙伴 但现在已经是敌人了 为了自己作为心灵的骄傲 要为自己的主人而战 就在双方都打了起骨相当时 安杰尔劝偷袭了他们 导致两人都受到了重伤 而会遇到心灵界 接着露西召唤出阿龙斯去战斗 但却轻易地被双方做的杰米尼给击败了 因此他大量魔力都来召唤出心灵 使得他便处于精疲力气的状态下 而被杰米尼狠狠地殴打 尽管他被打了一顿 但伊朗不愿就此妥协 便也请求安杰尔可以解决对阿丽耶斯的取约 他与自己的朋友有团结 毕竟当年的阿丽耶斯 已经从卡尼那边受到很多人虐待 所以答应任何东西都可以给他 除了要死之外 安杰尔便想要他的生命作为代价 命令杰米尼杀掉他 就在基于最后一集时 杰米尼从中读起了露西的记忆与感受 来到露西是以自己的真心与热爱来对待心灵的 因此不忍心就这样杀死他 安杰尔对此感到失望 便把杰米尼关了 便命令叼剧到卡鲁斯来杀灭他 直接趴着翔利用自己的魔法古文书 当然把超魔法的知识传授给他 主要是因为他与云林们的羁绊让自己得以清醒 就这样露西从中学到超魔法 星图石化 就被碎了很多化光的球体 便一起集中去击败了安杰尔 就在大家的同心协力下 把控制捏盘的魔水晶给破坏掉 这也使得六魔杰尼的计划崩盘 而被平原给捕过了 在试验结束后 因安杰尔的败北 与其签订起来的杏林 创造之后的杰米尼 签计之后的斯卡皮尔 以及本来的阿里耶斯都被宗旨了契约 所以便向露西提供了他们的钥匙 希望可以与他一同作战 他向他们保证会把他们当作伙伴 而不是拿来利用的物品 让他们重重感受到他真心的对待 在伊多拉斯片中 因安利玛的启动 导致工卫以及整个玛格罗利亚城镇 都被吸入进伊多拉斯世界 成了一个巨大的魔水晶 而露西被赶到危机的霍洛洛奇姆给救了 之后听从米斯特卡的建议下来到了伊多拉斯 被无意间碰到纳兹等人 由于自己在出发前 吃了米斯特卡所提供的X球 所以可以在伊多拉斯世界中使用魔法 那大家都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用不了魔法师 宣称自己为在这里面的最强魔导师而感到自豪 之前遇到了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外貌的另一个露西 两人几乎有着同样的外貌与其身材 为了区分两人而让凯撒帮忙把伊多拉斯的露西给剪了头发 所以大家在得到伊多拉斯纳兹的帮忙下 成功来到了王国 并且本打算使用杰兵来变成为国王 从中对于他的思考方式来获得解救伙伴们的方法 被他们跟着下路随地的路径的城堡来靠近国王时 被王国去埋伏 被给抓了回去 而被伊多拉斯的阿尔莎给扔下了阳台来杀害自己 结果在哈比尔下路的及时赶到下才得救了 后来他们尝试来找国王时 意外闯了进游乐场里 因此各自遇上了敌人而交战了起来 就在自己从怪物学院挑离出来时 无意间中了作为敌人的可可与败落 拜罗表示要拿回钥匙 导致他误以为拜罗是想要拿自己的钥匙 接下来将他一旁受了伤的可可向他求助 便答应了可可会打倒面前的拜罗 从而变交战了起来 起初路西使用心灵魔法把拜罗给打倒在地的 现在拜罗发现了自己的钥匙 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章鱼怪 并还把可可给抓住了 面对着如此巨大的敌人 路西一时没有头绪来打败他 而这次了巴路哥传给了他的一个武器 波浆座的星河之鞭 让他可以用来对抗拜罗 他了解他之所以巴路哥会给自己这个武器 主要是因为自己之前招了太多次心灵的话 魔力很快就会见底的 但有了现在这个鞭子后 竟然保持自己的魔力 把战斗力持久化 在他新主巴路哥的心意后 再次站了起来 让鞭子伸张来把拜罗给绑了起来 这还教训拜罗应该好的珍惜伙伴可可 最后拜罗被突然之间的纳匙给打败了 随着Mr.港充他们的这边升级了足够的时间 将药尽尾巴都送回了原本的世界而感到开心 但国外与王国军不愿意放弃 便向他们展开了战斗 许了路西他们无法对抗王国军压倒性的数量 再来伊多拉斯要为宫位的出现下 慢慢的板平了战况 最后在Mr.港把魔力从伊多拉斯逆转去阿斯兰特后 路西等人以及超越者们一同可惜了回去阿斯兰特 而结束了这个篇章 在伊多拉斯事件后没多久 宫位决定举行一年一次的S型魔导师升级考试 原本路西并没有太多的想法的 但要了解到卡纳其实是吉尔达斯的女儿 所以打算如果这次的考试都没人成功的话 就会离开工会 不打算和吉尔达斯表达自己是他的女儿了 他理解卡纳只是个心情 并且不想看到卡纳就像自己与父亲一样的状况后 决定了卡纳在考试期间组成搭档 自作想要帮助卡纳争取到佛神 所以在考试的第一关卡中 他们遇上了雷神中的福利德皮股士罗 而恰好的是 之前两人都没有实际神中的打败过他们 中央便展开了战斗 卡纳留意到佛利德会因为自己与路西德穿着 比基尼而感到害羞 被卡纳召唤出很多个性感妹子去骚扰佛利德 而路西则召唤出阿里耶斯来进攻佩克斯罗 再来上自己的路西剃腿把佩克斯罗给打败了 佛利德本想要反击的 但依然在被性感妹子们干扰 就被卡纳埋伏起来的卡纳给电影而败败了 就这样路西与卡纳顺利德通关第一个关卡而进去前进 但殊不值得其实弗利德和皮克斯罗是特意放水的 并且在内战片中有欠过他们 只有在阿尔黑为恶魔形象都来到天狼岛后 路西与卡纳以及会合的葛雷与洛基 面对上念玉星人数的卡布利可展开一场激战 尽管药尾这里有四个人 但在对抗卡布利欧的时候 感觉到有心无力的 猫是觉得自己的力量变弱 而对方很强的心态 在几乎完全没办法打赢的状况下 洛基站了出来 表示对方是心灵 而其使用的魔法为人性重书 能够战争性削弱人力的战力 所以人类是绝对打不赢他的 但作为心灵的自己是不会受到影响的 才便决定和他的EVE 让路西与其他人先去找其他的干部 但现在这个洛基又要和同事心灵的伙伴交战 所以洛基约定好 是否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身边 由此可见 路西是多么整体作为心灵的洛基 所以在卡纳的提议下 他分析片推出每一笔石的粉末 过于就在第一个关卡一路口里头后 被卡纳给弄晕了过去 在自己醒过来后 换上了一个念玉线属 华院西卡鲁 此时华院想和路西讨头发来发动自己的魔法 丑师降临 能够将对象的头发 在了一个名为小作人偶上 来控制住对方的行动 那被路西给拒绝了 对华院给他来点示范 反正他和华院调戏了起来 而被华院追着来打 虽然说有尝试召喚各种心灵来阻止华院 但莫斯都不怎么见效 直到见到那之后 再次与那之主队来打败华院 所以在那之的好主意下 让路西就像人偶和小咒一样 身体充满着佛宴 变成了路西佛宴 来把华院给打败人 所以在洛奇成功打败了卡布里克后 路西也成功后起了一个人的心灵 所以在他们想前往公园的露营地时 遇到了附会长布鲁罗特 原本受到布鲁罗特的重力魔法 而无法动弹 所以在卡纳一记得到这登场下 才得以解开 而跑去露营地几何 结果路西与纳斯等人和哈迪斯交战了起来 因为对方压倒性的实力下 几乎完全粘压着来打 但还超一直的努力一下 把哈迪斯引上其了的恶魔心脏给破坏 结果路西与纳斯等人 才能成功的把哈迪斯给打败 接着他鼓励着卡纳 去了自己的父亲 基尔大师降任 后来面前一对幸福的妇女 感叹着 如果自己晚点有时间的话 也想去看望下父亲了 但这之后 却迎来了黑龙 阿库洛基尔的道场 却以守却守的形式 但实际上众人都被邀为处带会长 迪斯以药金之修给封印了起来 但花了足足七年的时间 才得以解除回不到公会 结果路西从这空白的七年间行过来后 前来在商业公园Love and Lucky那边 再和父亲聊一聊时 就被通知父亲在一个月前已经过世了 他想到今天在阿加利法的时候 已经是两人的最后一面 而感到有点心疼与低落 他就流不出眼泪 或许认为父亲在自己的内心中 并不是那么重要 以及打从心底还没有原谅父亲吧 结果他被房东带来抓回去家中后 看了妈妈录像的礼物 以及父亲写给自己的信 从主流到父亲 其实都一直记得自己的生日 并且对自己有信心 一定能平安无事的回来的 并且自己可是他与雷拉最为骄傲的女儿 甚至了解到父亲其实一直以来都爱着自己 但却不轻易说出口 时时的路西从从感觉到父亲对自己的爱意 严重不停的流下了眼泪 承认其实自己也同样伤害着父亲 并且为父亲的过世而感到难过 之后纳兹和阿比找到去工作时 路西便决定达起精神 向天国的父母请发誓 要伙伴们一起勇敢迈向自己想要的未来生活 在动画原创剧情星空制要片中 某一天回来了一个陌生的客人 自我介绍为是路西的远房表妹 密西尔·罗伯斯特 是路西父亲领总前 拜托他来找路西去找带走到遗物的 经过了解才知道原来路西父亲还在的时候 都是密西尔所照顾的 所以大家都在遗物毫无看法时便慢慢的深入调查 然后也让无数可待的密西尔也暂时的留在了工会 他对于自己还有一位亲人密西尔感到非常开心 希望可以和密西尔保持姐妹的关系 在密西尔的建议下 当到委托工会的成员去调查遗物的真实身份 密西尔一不小心却把遗物给掉了下来 而出现了古文字的内容 便当他找回古文字的魔导师来帮忙解读 但这次的瑞比福利德刚好因为任务而不在工会 便马卡洛夫不建议路西去追查下去 可是路西表示这个是作为父亲的最后遗愿 所以希望自己能够解开其谜团来得知父亲的想法 为了解开谜团 他以密西尔不算的查阅资料 但都没有实际的进展 直到从任务回来获得瑞比 研究到疑物的真实成为无限之中的指针 就在此时 三位末生人突然瞬间在公园的门前 分别是在这个世界的可可 玛丽修斯以及修哥波伊 曾是来找路西的 佩也希望他们可以交出路西 对了眼看对方是来干架的 便开始讲成是路西 好让对方感到疑惑 进而让真正的路西逃离现场 他被玛丽修斯给找到了 佩也从他的手中想让他们真正的目的 遗物便移去了 结合路西众人要到敌方为圣诺比亚 教会底下的军队 瑞吉翁队 佩也突然到对方是要找出下指的零部件 并且前往路西的大宅来调查指针的所在地 期间找到一本有关情报的书籍 是他小时候很喜欢的星空之药 在于修拉军队的另外两名成员 唐·斯特·瑞特与萨米耶鲁 萨米耶鲁表示他们要抢夺该书籍 双方便展开了激战 在战斗期间 唐被路西的外贸给吸引而一见钟情了 结果大家想要用生动机器的方式来欺骗对方 但被萨米耶鲁给拆穿 找到隐藏的星空之药书籍 把内容记下后便离开了 路西发觉 书籍的内容其实是讲述一个女孩 慢慢的走上一条收集钥匙的旅程 便采奖爸爸的想法 是要他和书籍的女孩一样 去收集完时钟的零部件 便通过时钟的提示 和其他成员们并分多路去寻找零部件 在寻找的过程中 路西米耶鲁已经纳食一行人 侵略出了南瓜来到遗迹的最深处 遇到了来自教育的手下 瑞吉隆队的领导拜罗 瑞吉隆队展开了激战 另一方面 其他伙伴也陆西在遗迹中遇到了敌人 最后大家都发现到零部件时 一道光闪亮后 所有的零部件接着在路西这里的遗迹 变成了无限失踪 便出现了新的敌人 新生六魔将军 表示这无限失踪是属于他们的所有物 瑞吉隆队为了抢夺无限失踪而交战了起来 大家安接了天使魔法下 被迫撤退了 所以陆西连海到其实父亲的真正用意 不是要及其失踪的零部件 而是不要及其才对的 他顿时感到难过 自己误解了父亲的心意 但也纳兹德德的开导下 在着振作了起来 被想尽办法去阻止 新生六魔将军来启动无限失踪 在大家阻止新生六魔将军的过程时 基尔大师与拉吉 找到了真正的弥歇尔 便怀疑路西身边的弥歇尔是敌人 所以在新生六魔将军的第六人黑门透露了 面前的弥歇尔其实是成员之一 化名为伊米泰西亚 路西原本不像对方所说的话 认为只是欺骗着自己而已 毕竟弥歇尔是自己的亲戚 也是目前唯一还在的亲人 依然相信着他只是被人给控制住 但无奈下 弥歇尔说了一声对不起后 便变成为伊米泰西亚的姿态 其后路西便被他们给抓了回去 并且打算当作为活祭平安和无限失踪 融为一体去实行真实恶魔 那时得人想尽办法去解救弥歇尔 他被挡在前面的弥歇尔阻挠 而是为了能够实现了姐姐的弥歇 永远在一起的祺院 他会尽全力去保护路西的 虽然无奈告诉米歇尔 以及纳指等有关路西的真相 也就是路西会永久的和无限失踪 融为一体 变成失踪的一部分 便会永久消灾在所有的回忆 其存在本身也会被消除掉 米歇尔得知Hulk发现 既被无奈给欺骗了 转到想要拯救路西的 他被无奈结束了魔法 变成了本体羊娃娃 原来米歇尔的本体 其实是当年路西消失了羊娃娃 路西也感到很惊讶 为何自己会忘记掉他呢 只有在无限失踪的内处 在见到的米歇尔 别想回当年的回忆 在路西小生的一次生日中 得到了父母亲送给他的一个养娃娃 他很喜欢他 帮他取名为钢萨瑞斯 把他当作亲妹妹来看待 还用花儿子做了选的衣服给他穿 他好紧不长 雷拉因为一些事情离世后 而这次路西过得非常难过于低落 当自己看到钢萨瑞斯 就想过往有慢慢的幸福回忆 而感到非常痛苦 于是就完全没再理会钢萨瑞斯呢 钢萨瑞斯被路西的父亲放在了格隆 希望有朝一日 可以再次成为路西的妹妹 钢萨瑞斯就这样等了很多年 但依然等不到路西的回来 反而见到了新生六母将军的午夜 变化成米歇尔 远在路西的父亲身旁工作 但最终 依然被路西父亲了解其正式身份 却希望这次能成为路西的妹妹而告终了 回忆结束后 勒为自己愧疚于米歇尔 聊到米歇尔一路走来都很辛苦 米歇尔也鼓励着路西 应该要回应这伙伴们的信念 最终叫路西在米歇尔的鼓励下 以加速自己和无限时钟融合 实际上的正式噩梦在午夜的身上 才得以解救被午夜困证的那只 那也使得自己与无限时钟同化了 就要在考古学长们的方法下 以自己的决心下 顺利的从世上分离的无限时钟 民间里获得解放 最终那只也顺利的成功地接触到了路西 在故事的最后 路西决定会超好的存钱去买回处于家族的大宅 却也现在的家里不会再感到孤独了 因为父母亲已经带给自己最棒的妹妹米歇尔了 在路西那只等人从空白的七年后回来 认为大家的战力在这个时代有点落后 便打算去找波利西卡婆婆找密钥 那只有Wendy从中获得面容的奥义的秘籍而已 就在大家的建议下 绝对要参加三个月后举行的大魔斗援舞 好了目前的工会能够再得回到王国的第一名 并开始了在海边的三个月集训 而路西开始训练回自己魔力不足的锻炼 在卡布利克的监督下 貌似也进步了一点点 就在此时 法陆格突然间从心灵界过来说 心灵界现在发生了破坏性的悲剧 却能够过来帮助他们 但实际上其实为了庆祝路西伙伴们 拼了无视的回来而举办了这次的宴会 就这样大家都在宴会中度过了一段 如此幸福愉快的时间 路西来到因为心灵们的温暖 才邀请他们过来的而感动了起来 大家要离开时 被告知心灵界的人简介的时间流动 是不一样的 原本以为可以在心灵界训练的 但实际上是 心灵界的一天等多于人间界的三个月 而他们瞬间崩溃了起来 而白白的浪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之后在遇上了逃离出来的 基拉一行人后 在到乌鲁基拉的帮助下 苏瑞德吸得了第二魔法源 苏瑞德人的魔力也有所提升 在《大魔朵演武》片中 在第一天的战斗环节中 路西遇到了戴亚尾巴的弗瑞亚 从之前观望戴亚尾巴的战斗 了解到对方是特意针对他们的 并且为公卫赢得胜利 而开始交战了起来 由于第二魔法源的启发 路西现在能够使用放冲开门 来召唤出多个心灵 接着心灵们的联合攻击 来进攻弗瑞亚 眼看她站上风时 弗瑞亚却打算把人群的阿斯卡 当作是人质 来威胁她不要反抗 不然就攻击阿斯卡 她不会看到阿斯卡受到伤害 便只能单方面被弗瑞亚殴打 但幸运的是 那次之前有听到路西对阿斯卡的呼喊 找到了弗瑞亚的头发 便摧毁了她 这也使得路西有了反击的机会 召唤出杰米尼 让杰米尼变成了自己 召唤出星图石化去打败弗瑞亚 但就在魔法击中之前 被大尾巴的成员欧布拉给消除掉魔法 因此筋疲力尽而倒下来了 最后感到非常不甘心 但为了那次安慰着自己 眼泪应该流到 或者设立的时候才流吧 现在路西做得很不错了 不应该感到太难过 并表示他们会慢慢的逆袭 所以在第二天的战斗环节中 看到剑鸟之骨的血奶 也是心灵魔导师而感到惊讶 知道晚上时被打败后的血奶 他把自己所拥的王道神门钥匙 基于露西 来凑齐12把钥匙 就能打开改变世界的大门 让他以心灵之间的羁绊为理由 而玩具了血奶的好意 第四天的晋级环节中 路西再次登场 才能作为海镇的项目 本想弥补上次的失败 召唤出阿葵亚来清掉所有对手的 他被朱比亚给反击了 就在双方看着打着拼手时 阿葵亚劝借助约会的借口溜走了 这路西只能找到 巴鲁格阿里耶斯来求助 但就在此时 最好是我的米内路班 把所有除了自己与路西的敌人 都给踢了出去 并开始了环境中的五分钟规则 应该来说 只要在这个状况下 出击的话就能获得第二名 但每边米内路班 貌似在针对着路西 一直使用魔法来攻击他 这还抢夺路西的心灵钥匙 因为路西原本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的 但完全没办法还手的情况下 被米内路班当方面的虐待 最终终止了比赛 这些人意识的路西被丢上了地面上 只得腰尾与剑鸟的怒气都急速上升 貌似竟然要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 最后选择不动手而遇到后面的战斗了 只要来到了第四天的战斗环节中 由腰尾的纳子与格基的对抗 剑鸟的死定和罗格 在之前 纳子在休息室 转和路西约定好了 绝对会赢下来的 这也表示 从自己刚进来工会后 都一直前来着纳子的 就这样在工会中的思念加持下 纳子以一人之力 倒背了剑鸟师傅的双龙 最后格基尔在竞技场的下方 发现龙的骸骨 便在路西等人确认 基尔从死去的基尔科尼斯 得知有关龙王纪的历史 以及黑龙阿古洛杰勒斯基 这次出现了学乃和王国的队长阿尔卡蒂欧斯 接下来有一种方法 能够把基尔夫和黑龙都给干掉 便带了大家来到日式子们的面前 揭开了有关日式计划的详细 也就是通过日式子们 回到400年期的时间 去杀害掉还没变成 布什辰的杰弗以及黑龙 然而在国防大臣 丹兔以及王国军的出现下 逮捕了自己 薛奈以及阿尔卡蒂欧斯 表示 路西计划很危险的 不应该去实行 这把陆基尔工男的心灵钥匙 也给抢走了 而剩余的人被阻塞了城堡 表示 如果可以赢下名的最终决战化 或许就可以释放他们 这导致工业职员兵分两路 一边负责获胜比赛 而另一边便要去拯救路西与血奶 虽然纳子德仁成功潜入禁区后 便解救了路西他们 那被翡翠公子他们打落至奈洛公 最后他们便尝试去找到出口 五一节遇到了王国的独立部队 二郎骑士团 他便各自与对方进行了交战 在他里面 路西与血奶和朝阅者们 遇上了二郎骑士团的渔柱 由于他们目前没有心灵钥匙 所以几乎完全没有战斗能力去对抗宇宙 那之后在阿尔卡蒂尔斯的帮助下 以及洛西的及时登场 便把钥匙找回来后 便向宇宙反击了回去 最后以阿奎拉的魔法把宇宙给打败了 之后他还来到了一道大门前 里面出现了一个极为首席的人物 最后把自己的斗骂放下来后 竟然出现的是和路西长得一模一样 来自未来的自己 原本想要告知有关国家的状况 但却晕倒了过去 直到后面才醒了过来 便开始瞄着他的情报 接下来未来路西所的事情 都发生在另一条时间线上 不等于目前故事所的时间线 这些的记忆里 当他们逃出奈洛宫后 因在逃脱过程中 不险又跑到日式之门附近 而无法使用魔法 而被王国群给抓捕了 就在抓捕过后 因上万条龙间的龙群 开始起整个国家 导致很多性命都失去了 而自己不知道过了多少天 再次出行过来 想到了日式之门 虽然不知道启动方法 但依旧偏偏偏射打开 就是想要回到过去 然后就这样回到了 791年7月4日 正好就在几天前 这里指的是 从未来路西的时间线 回到另一条时间线的过去 来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 回到正题 由于自己使用过 有这些伏魔力的日式之门 吸引到杰拉尔的追寻 便把整个事件都告知了杰拉尔 居然可以因此找到对策 并以自己没能从未来 带来解决的对策 也不知道如何 要回避事情的发生 那只听完后 很感激为了路西特意为了他们的未来 而回到过去去通知他们 可以安慰着他 一定会改变未来的 接下来他在未来路西的带领下 当他去逃离王宫 那边王国军发现 而展开了交战 之后还遇上了早前 被他们打开过的二郎骑士团 就在带来伊朗忙着交战时 突然之间 所有的敌人都被黑影 给吞噬去地面上 这也出现了一个自身是 罗格的未来人 而他这次的回来 就是为了打开日式之门 去执行日式计划2 也就是发动日式加罗帕去消灭龙群 但表示有一个人会阻止大门的开启 而那个人便是面前的路西 说完便向着他进攻了过去 就在攻击自己的命中时 未来路西他到他的面前 亲自承受了这一击 表示自己并没有关闭任何的大门 但如果面前的他死的话 那作为未来的自己也会死的 所以才舍命去拯救自己 感慨着能够再次见到伙伴们 这已经足够让他自己幸福了 并且自己本来就不属于是这个世界的人 未来路西在临中全 想要看他的公会文章 这使得他发觉到 未来路西的右手已经断了 让他感到十分难过 最后未来路西留下了 我好想再次去冒险啊 以及想要保护未来而倒了下来 这也使得纳兹暴怒了起来 偏向未来路西保证 绝对保护好属于路西的未来 所以纳兹和楼格 交战了起来后 路西洛基等人逃离了出来 来接见日式之门的开启 就在日式之门的开启后 路西慢慢的向前迈进 想尽办法去关闭大门 表示经过克鲁克斯的调查后 原本日式之门的用途 是可以进行时空移动的 但在今天7月7日 因为月亮的关系干了这个魔法 得到魔法错乱 延及到了400年级的时空 这也因此让龙群们 对于同那个时间也来到了现实 至此的飞翠公主才了解到 所谓的一万条龙 实际上是通过日式之门过来的 而感到愧疚 但此时路西依然努力着关上大门 始终不愿意放弃 想要活下来来守护属于大家的未来 所以在玄奈赶过来后 两人拿出各自的黄道蛇宫钥匙 找到出心灵门 并也进了很大的努力 成功的将大门给关上了 但述不止已经有七条龙来到了现实 为了罗格也现身到他们的面前 拿着超过这七条龙 开始消灭全部的魔导师来统治世界 其实在龙群之一 吉尔克尼斯使用了魔法 把路西及大部分的王国群的衣服给消除掉 而感到极度的害羞 原本吉尔克尼斯还打算要吃掉他的 而被问敌他们给阻止 使了路西整个的古人出去 甚至还装上了纳子 偏落在了教堂的重礼 直到装在地面上才平安无事 路西表示要纳子不要看 但反而纳子急忙着帮他挡了起来 而被打了 所以在路西从马路格的手中 画下了来自心灵队的心灵医后 发来到地面上有一本日记 而这本日记恰好是属于未来的自己 根据日记里面的说法 如果现在的日式子门被摧毁的话 那未来的日式子门也将会不存在 也就意味着 如果未来没有日式子门的话 那么未来罗格以及未来路西 就无法传维回这个时代 将一来 未来罗格所造成的事情 也会回到原本的回忌上 中的被意志认定 却尝试以各种方法去破坏日式子门 他即使再次使用了心灵门的力量 也无法撼动其坚硬的日式子门 在纳子与亚特拉斯富雷姆的合力下 把未来罗格与马瑟和瑞亚给打败 是把门撞下了去日式子门 而日式子门被破坏 而所有的龙群与未来罗格 就这样回到了属于他们的时间线 同时未来罗格也不例外 回到了属于自己的时间线了 他就在自己张开双眼时 却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了 这位就像一片如同王群一样的草原 自己的右手也恢复了 甚至还看到伙伴们就在眼前 就要邀请他一起继续的冒险下去 或许未来罗格与伙伴们 并没有因此改变了过去而活着 但至少他们能够在黄行场一样的天堂 重聚在一起了 而未来罗格的这份信息 也感受到现在的露西 而是开始的流下了眼泪 从后面拥抱着那只表示感谢 接着在王国的邀请下 露西与众人参与了宴会 在那边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时光 后期回到了马格洛丽亚城镇 来庆祝公园获得那么多烟雾的胜利 在动画原创进行日式心灵片中 露西为了感谢今天日式计划 帮助过了心灵们 可以与雪奶一起招待他们 他们可以有一个实现的愿望来招待 可以拥有着各种各样古灵性过来的愿望来服侍他们 就是露西在出任务的时候 发来到自己的王道蛇宫的钥匙 都完全用不了 感到非常奇怪 但这时却出现了其余的王道蛇宫的心灵 大家都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性格也完全颠倒了 就是为了挑战这个事件后 遇到了翡翠公主来了解这个事情 原来这些日式之门的破坏 让过于庞盛的魔力从中释放 而是心灵界与人间界发生了一些事情 心灵外以及王道蛇宫 是那种的心灵人 都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反正借助天球役去实行李布兰的仪式 来获得随机的完全自由与解放 接着到这个情报的露西等人 打算去阻止他们 借着翡翠公子 所做出来的强制关门的钥匙 去了他们一意对战 可以把门都给关门了 但事实上 强制关门正是蛇夫座 欧夫乌乎斯想为心灵王做的目的 因为心灵王变成了日式心灵后 需要更多的能力来补充 导致心灵们都惧怕这股力量 才强制其者获得自由 但反而被他们送了回去心灵界来帮助心灵王 而是属于他们的自由 露西等人知晓了这件事后 便想尽办法去阻止李布兰的仪式 其人他与雪奶和翡翠公司 一起释放了魔力去攻击天球役 在借助纳子的力量下 成功击败了欧夫乌库斯 其人众人借助露若奇姆的帮助下 来到心灵界 反正击败了日式心灵王 但结果都被他给击撞攻击 而变成了在天空中的星座 直到主动进入到日式心灵王 纪念了纳子与哈比 成功破坏了里面的核心 最有得以解救了心灵王 以及其他的心灵们 他们也回归到原本的姿态 便向露西献出了属于自己的钥匙 而再次签订取约 使得露西感动了起来 而便结束了这一个故事 在太阳之春片中 博威斯沙利克来自圣泽大魔岛 排名地是露若德星康的委托 要求格雷纳子前往执行 但也不放心两人 所以露西爱了小鱼问题 便一同陪着他们去进行任务 从露若德口中得知 有一个座的巨人族的太阳之春 目前被冰给共结了 希望他们可以前往去解决 来救赎被冰冻的巨人族 在露若德德送行下 座人被前往去太阳之春 到了太阳之春后 本来一刻是纳斯的火焰来解开冰冻的 但完全没有效果 接着他们也会遇上了 来自寻宝猎人工会 封禁秘宫的猎人 而得知对方是来获取 永恒之言而产开一场交战 在露西德被他们给袭击死 之后待在大崖尾巴的弗雷亚 现身来解开这一次的危机 原来弗雷亚因公会的解散 和无处可待下 便选择回到自己的故乡 局期之间弗雷亚在大魔头演武期间 有人向自己说成抱歉 在了日式之门的事件中 救了自己一条命 所以并没有再拒罢弗雷亚 反而信赖这堂 所以从弗雷亚的口中 得知到其可怜的背景 清楚弗雷亚的为人不坏的 单纯认识到不好的人而已 所以把这些所记得的恩人 永远都给消除掉 所以要和弗雷亚一起拯救 被冰冻的巨人追击村子 最后在纳紫尾格雷的活跃下 把永恒之间给解冻 让亚特拉斯弗雷亚的 微弱灵魂给唤醒 使得村子的巨人们得以解冻 若西表示能够看到弗雷亚 在这条自己的家人们团聚 感受其幸福的笑容 都替她感到开心了 最后这样大家完成了七位 妥而回回到霍勒德身边 逼连了到冥府之门的恐怖 在冥府之门片中 由于冥府之门主动攻击评议员 就是他来到腰尾公园的成员 马卡罗佛便决定让众人 前往各个评议员那边去保护他们 尤其被与纳紫尾格雷亚来保护 前评议员米凯罗 其前遇上了冥府之门 就跟我们自己的豺狼 爪华被交战了起来 但由于对方使用的作法为炸弹 而不感谢他的攻击 因为会受到炸弹的伤害 在经过一场戏战后 前往被纳紫与雷亚龙的鸡铁给打败 同时自己本打算要自爆的行为 被哈比勇敢的拔丢上去天空中 才得以救下这个城镇 之后在陆西等人 得到了冥府之门所在地 便前往去控制室 打算停掉飞尸时 被对方给发现 而招战处的塔罗斯和阿里耶斯 来帮助自己去逃离现场 就在逃离中 遇到了附近化后的弗兰马斯 便停了下来 而他和刚会合的纳紫与弗兰马斯交战 那则发现对方把塔罗斯和阿里耶斯给吸收了 便还能使用他们的身体娱能力 感到有点震惊 接着弗兰马斯透露出其间 最强大的灵魂 是恶魔性的哈迪斯 便向纳紫等人袭击了过去 这段弗兰马斯的外观变得特别奇怪 不像是原本强热的哈迪斯 但其实力却是死打死的 就在弗兰马斯以压倒性的魔力下 将他和纳紫与其哈比都给抓住 便也打算将他们的灵魂给吸收过来 经纳紫的提醒下 想让自己最为宝贵的事物 自然就不会轻易的让情人给吸收过去 随便想起自己的伙伴以及心灵们 那位可怜的塔罗斯阿里耶斯 被弗兰马斯给吸收了 让自己能够从头释放回他们去心灵界 便导致强制关门掉塔罗斯 来到灭天的弗兰马斯 貌似也会和塔罗斯一起回到心灵界 而想到了一个妙计 便在对方把塔罗斯和阿里耶斯都给排出来后 觉得那只也像心灵一样 需要强制关门时 弗兰马斯便直接向纳紫听收了 把它让纳紫有了可以还手的机会 虽然弗兰马斯表示自己不怕魔法的 因为自己可以吸收掉魔法的灵魂 但聪明的纳紫 想到对方吸收不到物质上的灵魂 便以多个石块向弗兰马斯进攻 而成功打败了他 就像冥王开始施展了喜悦 导致工会圈都开始被喜悦触发的东西给抓住了 但只有露西本人巧幸没有被抓住 所以冥王被派人去杀害他 实际上露西是属于被追杀的状况下 期间召唤出洛吉和巴鲁格来帮助自己 则自己的魔力消耗得有点快 就像豺狼虽然在自己的面前 并且表示纳紫玉哈比已经死了 只能来针对自己 露西听闻说伙伴们都已经死了 但自己依然还能感受到他们的魔力 在马上平常的自己都一直受到他们的帮助下 那么这一次就让自己来帮助他们吧 这样没救众伙伴的那一刻 自己是绝不会放弃的 说完便强硬头皮 成功发动了三起通知开门 把奎尔叫了出来去帮忙 阿哥看到如此状况的他便决定尽全力去打败地盆 他被酒鬼们之一的特拉夫杀给击中了自己 在场上刚刚被召唤的洛吉尔巴鲁格被柴狼给打败了 而被迫回到了心灵界 阿哥表示在现在的状况下 难以打败面前的奖底 便提出了一个建议 作为能够可以三起 同时开门心灵魔导师 或许能够尝试召唤心灵王 也就是整个心灵界中最为强大的心灵 但心灵王并没有随自己的钥匙 只能用一种特殊的钥匙才能开启 也就是代价召唤术 以破坏一个精灵的钥匙 就有一次机会来打开心灵王的指门 加上需要主人和心灵之间心灵的关系要好 才能得以成功 阿奎亚便建议路西破坏她的钥匙 表示现在只有她能够以这个方法来救助伙伴了 路西内心里有十万个不愿意 毕竟手心射漏 手臂也射漏 两边都是自己最为生气的伙伴 尽管阿奎亚使命的说自己很讨厌她 其实把自己破坏掉也没差 但实际上路西很喜欢阿奎亚的 现在阿奎亚是自己第一个的朋友 也是家人 对于财狼慢慢的靠近阿奎亚的压迫下 路西最终开始发动了代价的召唤术 而阿奎亚也在此 向路西赶进所有为她所做的一切 以及正式向路西告别人 就是这样吸引了属于水瓶座的金钥匙 陪也召唤出心灵王 原本路西为此感到十分难过 但就在心灵王让阿奎亚的魔力留给了路西 陪也希望路西能够因此振作起来去面对敌人 路西重重感到阿奎亚的心意 便再次地站了起来 去对抗那些的蚕狼 结果蚕狼被路西的信徒十万给击中 而被打败了 最后工业伙伴们也被心灵王的银河之刃给救了回来 在明府之门世界刚结束不久 路西收到那时 突然外出于是你的通知而感到错愕 他也接受为何不带他一起出门呢 在他隔天 收到来自马可罗普的会长的决定 把工业给解散掉 双重是一个打击一下 那他的情绪有点低落 他过了一阵子 依然振作了起来 可以朝向自己想要走的道路前进 在工业结束了一年间 路西帮来王国州都 克罗卡斯 当时的杂志周刊记者 介绍了手下 负责编辑这一方面 他也同时也抱有希望 常去寻找这同伴们的下落 其他也通过自己的修念下 学会了心灵医 不明实义是把心灵的一部分的力量 继续在自己的身上 得自己的魔力提升 佩含使用心灵的部分能力 在工业结束一年后的大魔斗炎舞下 路西再次遇见了纳子与哈比 便当于他们一同走上复活工会的道路 其中来到了十二级之灵工会 找上了路伦迪 虽然伦迪一开始 不愿意再次加入回药威工会的 但在经过一场战斗后 得到作为朋友 学利亚的支持下 成功加入了他们 并且前往去找下一个伙伴 朱比亚 从朱比亚那边得知到 原本他与葛雷是住在一块的 但那某一天 葛雷就无等地不再回来了 接着纳子等了 便打听到葛雷的所在地 也就是在黑魔术教团里头 顺便来请任务 在看到葛雷竟然成为教团里的 其中一个名成员 感到惊讶 甚至对方还强硬的说 自己毕竟不再是 要围着其中一个人的 在路西插铁 被教团里的豪门给伤害时 葛雷即时出现阻止了他豪门 所以到处 其实是与哈雅莎 做着无问题的动作 为了就是要一网打进 地亚信赖解伏了黑魔术教团 就这样他们前往了黑魔术教团 他实行进化作战的城镇 便主动向他们进攻 接着路西伙伴们被教团里的梅莉 使用了病毒魔法 让自己的腹部感到疼痛 直到温迪的赶来才得以解脱 撇台一发路西铁拳 中极了梅莉的腹骨 愿为打败人 最后在路西众人的合力下 把骗魔术教团给击毁了 便说好会在马格罗利亚城镇 重聚在一起 把工会在这里复活 最后这样路西纳子的人 再次回到了满满回忆的马格罗利亚 当自己越靠近工会的所在地时 感到越来越害怕 虽然通知了所有目前能够找到的伙伴们 有关工会的复活的消息 骗在马格罗利亚城镇重聚 但是想了一下 尤其现在大家都已经有了属于自己想要走的道路 也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否还是和他们一样 或许有可能把工会的事情都给抛弃掉了 幸违在卡奈了出现阿卫这路西 表示大家都不太敢踏出这一步来联系对方 反而是因为有他的主动才能打破了这个讲局 被拉着路西前往去工会的所在地 就在抵达的瞬间 一眼望过去都是熟悉的冷淫 大家纷纷都表示说他来自他的信 很高兴能够再次见到他 就在米拉欢迎他回家时 留下了喜悦的泪水 从中感到到大家都依然还爱惜着同会的回忆 以及信念 能够再次和大家作为伙伴生活在一起 是无比的幸福以及快乐 在最多章篇中 路西等人从梅舍那边 得到马卡洛夫为了不让国务群人受到伤害 才决定解散工会的 而这里独自一人前往到西支大陆阿卜巴勒斯帝国 去了对方的国王谈判 路西便以纳兹等人决定去拯救马卡洛夫 在前往的过程中 发现药和情报员会合着加拉克二岛 属门着敌方的士兵 冒在寻找着间谍 他们便伪装成是妖魔知识工会的成员 来岛上进行观光 成功以美色潜入了进去 在阿卜巴勒斯的成员 缺度自杀一名而同时 束手相去而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所以他们遇上了来自布兰提斯的分队马林 被马林封印了空间文化的使用 使得路西与艾尔莎 被迫关在了马林的休闲空间 最后在遇上了护身的蛇顿之一的布兰提斯 布兰提斯表示这也没人是在兴芒果血绕 让星塞变导人撤离了 在撤离前让马林把路西与艾尔莎放了出来 并把整个岛屿变小来警告他们 不要为了救马卡洛夫而束手相去阿卜巴斯帝国 因为帝国内除了自己以外 又有另外的11位有着同等级魔力量的魔导士 其实美之特成功连上情报员空奶 从中获得了寻找马卡洛夫的解禁 虽然美之特等人成功就像阿卡洛夫后 被护身蛇顿之一的阿基尔给追杀 但星塞在阿哥萨斯以及伙伴们的祭司来到 将阿基尔给赶跑才得以解救到路西与马卡洛夫等人 在马卡洛夫回归到工会后 与初代会长没彼时 解决到有关工会的秘密 妖精的心脏 所以了解到敌人就是为了妖精的心脏 只要会对他们展开战争 在战争开始后 路西原本想要赶往去现场时 就会发现浴室里面布兰基斯就在那边泡澡 好奇未来会出现在自己的浴室里 布兰基斯表示路西有点面杀 便跟过来找他 便威胁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指令去做事 否则会立即将整个城市给缩小掉 但好在现在的自己当初想要泡个好澡而已 所以不会做出任何的事情的 路西被迫跟着他的死令 而开始和他一起泡澡了 然后趁机在阿卡没太留意的时候 亲手干掉他的 在他询问自己难道是雷达女儿时 他感到有点惊讶 便好奇问道 布兰基斯是能吃自己的母亲吗 这一句话 惹路了布兰基斯 整个物质几乎的被布兰基斯给缩小 他也打了向路西触手时 一直感到卡纳 就知道布兰基斯 也是要出面来帮忙路西 路西也从布兰基斯的手中 都只能关上马铃的盒子 然后把马铃给踩晕 才使得自己能够换上心灵以来战斗 所以在阿杰的魔法下 使得整个城镇的花粉到处散开 让布兰基斯换上了花粉症的过敏 而不停的打坑欠 一旁的卡纳看到后 瞬间把有只空隙的布兰基斯给打晕了 皮鲜给抓了回去 路西好奇 布兰基斯到底知道有关 路西的什么情况 便想和他谈一谈 布兰基斯透露出自己的母亲 承识路西的母亲 雷达的侍从 当雷达从心灵魔导师退休后 把所谓的心灵钥匙交给了各个侍从 而布兰基斯的母亲 格莱米 拿到了阿奎雅的钥匙 但他认为雷达背叛了自己的母亲 因要拿回钥匙而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接着布兰基斯变向路西袭击 想要为自己的母亲报仇 但接着布兰基斯以为要得逞死 找出来的水劝是在阿奎雅来解决了路西 阿奎雅表示这次得以出现 主要是因为过了一年的时间 水瓶做了钥匙在世界的某个角落出现了 所以灵灵光 卖是为了今天这个事情 才暂时让阿奎雅能够打开通话人间店门 而阿奎雅这次的来临 也是为了解释有关雷拉以及格莱美的真相 雷拉因为要开启家族一代 传下来的日式子们 需要到王道蛇工的钥匙 但是年纪菩萨已经搬离了去外地的格莱美 所以才以自己的生命力来补足手续道魔力 这使得本来虚弱神经的雷拉 获得了缺乏魔力的症状 格莱美得到这个消息后 赶来愧疚 没了及时把钥匙给到雷拉 认为是自己的错 所以觉得水瓶说这把钥匙 不应该让自己继续保管的 并且总好会给回雷拉 甚至建议钥匙可以给到路西 雷拉与格莱美表示 希望路西以及布兰蒂斯 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是一对好朋友 对于格莱美离开时 被另一个侍从 布兰蒂奥给刺杀了 因为格莱美的关系 导致雷拉变成了这个样子 这次之后的布兰蒂斯 感到非常难过 而一旁路西在安慰着她 并且希望两人能够像母亲们所说的一样 成为一对好朋友 所以阿葵亚向路西告别 希望路西能够尽快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 因为纳蒂突然远了过去 至于十分 当一是安慰的安慰 就在布兰蒂斯的建议下 把体内的貌似种类的东西给变小 才占着心自豪了 就在护胜舌尔顿之一的 杰克布来到了工会后 他几乎所有工会成员 都利用空间魔法给弄走 但因为霍鲁罗奇姆的活跃下 路西和比金纳蒂得以得救 这边出现在美比斯人院前 企图想要打败杰克布 因为杰克布的能力相当开挂 参与导不赢对方时 但就在路西的好主意下 提醒杰克布 这里的伙伴 布兰基斯的马灵也在里面 则杰克布把布兰基斯的马灵给救了出来 接下来让杰米尼变成了马灵 使用了空间魔法 让所有工会的成员 从中脱离了出来 接下来纳蒂把杰克布给击败了 所以在布兰基斯的建议下 路西和纳蒂能一起去前往 和魔导王欧加斯的谈判 希望欧加斯可以救死收手 可见的是布兰基斯被同行的 梅斯特串改了记忆 自伤了欧加斯特 导致欧加斯特激怒 但就要秒掉他们死 刚好爱尼的Universe 1发动 导致他们重生了到其他的地方 配合葛雷·艾尔莎会合 重新朝向工会的方向前进 在战场上 原本路西他们对抗 这个护圣的蛇顿自己的英贝尔时 遇到话 布兰基斯把自己与纳蒂给强行带走 布兰基斯表示 自己受到纳蒂与纳蒂的帮忙 不想因此伤害他们 并劝他们早点放弃 并作为护圣的蛇顿 他们战力实在太强了 但是有军队的帮忙下 纳蒂他们是绝对没有胜算的 使得纳蒂与路西依然不愿意放弃 则布兰基斯不耐烦 把纳蒂时间的肿瘤再次变大 让纳蒂感到无比的痛苦的倒了下来 接着路西变为布兰基斯打赌 如果是赢的话 就要布兰基斯帮忙治疗纳蒂 从而变成了激烈的交战 便打得旗鼓相当的 但是既然路西看起来要战胜布兰基斯时 这些默默在一旁观战的吉玛丽亚 表示布兰基斯在放随着路西 然后让路西取胜 而进入了自己 瞬间中他的布兰基斯 便还带着路西纳蒂两人 吉玛丽亚在地下室 感到割掉路西的双眼 他宁死都不怕 只有晕死了过去 对于自己情形过来时 吉玛丽亚一起倒下了 而那时却不辞所重 经过了解后 那时以为自己已经死去 爆发了自己体内作为 恶魔Eand的种子 而成为Eand的存在 这便与同伴们去寻找纳兹 在找到纳兹后 纳兹体内的火焰 却开始虚弱了下来 遍晕倒的过去 最后纳兹沉醉期间 路西不想看到 纳兹会因体温的关系 而导致死亡 所以哈比一起用身体 为纳兹取暖 最后纳兹得以清醒 最后爱灵的Universe 1解除 后终于被打算 前往空会出发 在出发前 路西和布兰蒂斯 分别向对方说了告别 并也希望未来还能看到对方 在图中遇到北比斯 从北比斯的手中 随到Eand之数 随到Eand之数里面 有着纳兹的信息 然后重新改写 前看到输到的文字 逐渐消失时 纳兹出了状况 凭着记忆把文字给我给补上了 他一度还被输到的恶魔之力给反噬 所以在葛雷的灭恶之力下 这一把恶魔之力给遗除掉 最后杰尔夫的死亡 时的Eand之数也跟着消灭时 路西哈比与葛雷 以为纳兹也跟着一起死亡 感到非常难过 最后看到纳兹平和无视的走过来时 认为成功改写了 但纳兹劝突然消失在他们的面前 而感到十分担忧 所以从伙伴们那边得知 由于黑龙阿库洛基亚 同时的时间消灭的魔力 则自己分成了两个部分 分别是在时间消灭内的精神体 也在现实一直造出破坏的龙体 而纳兹与其他人灭龙魔导师 都在时间消灭内与黑龙交战 所以在现实的他们 也要阻止黑龙 不惜便因此想到一个策略 也就是当初黑龙都误好坏的妖精之球 便来到宫外的图书馆 去找到相关书记 之后把宫外成员聚集在一起 通过手牵手的心事 让所有的魔力 传到自己的身上 来施展妖精之球去困着黑龙 但很可惜的是 球体很快就支持不住 认为是魔力不足够实 这时的梅尔蒂 即使赶了回来 可以带来由全大陆魔导师的魔力 飞在陆西的身上 这还得以完成成了妖精之球 把黑龙给困得死死的 也因为妖精之球的关系 只要在时间下 为了黑龙本体暴走了 在这所有的灭龙魔导师 聚集了魔力 在那只的身上 在此的黑龙 最终被那只给打败了 最后最终的一年后 陆西凭着自己所写的小说 与丽丝的冒险 获得了科姆 扎瑞恩 文学的新人奖 其组的各种原型 被识自自己本人 被还邀请了工会 曾经一起出席 庆祝会 隔了现场 充满着各种愉快的气氛 只要迷迷糊糊的 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居然事后发觉 恶催了自己 被那只哈比看光了 感到非常害羞 但表示 如果没有遇到 那只哈比的话 就不会有现在的自己了 非常感谢 那只与哈比 一直以来的陪同 最早在那只的邀请下 得知获得了批准 并以最强小队的成员 以百年后的挑战出发 改成一段全新的旅程 以上来本期 视频露西冷物制的 所有内容了 比方通过这期视频 可以让大家 聊聊到更多有关 露西的故事版 接下来说一下 我对露西本人的看法吧 普遍的少年热血凡 并没有太注重于 女主角的成长描绘 但妖精尾巴 却是完全不同 露西作为作品内的 第一女主角 或者说妖精尾巴 主要还是从 露西的视角去看故事的 其实成长描绘是有目共睹的 在当中的方面 从一开始只能找到 一个心灵 到后期能够同时 三体开门 并还创造了 心灵的心战力 得以证明 露西已经很努力地 在心灵上 露西个性看似很坚强 但其实内心里很脆弱的 接下来说 新过了重游的事件 导致自己失去了太多 太多了 那好像身边的伙伴们 都一直支持 以及鼓励着他 那从从感到正面的信念 才得以勇敢地站出来 把握现在去朝向更好的未来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吧 感谢大家的耐心观看 我是舒豪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